现在我们真的是要把西方艺术史从头讲起了 这个头扯得可远了 一直要远到三万年前 不是开玩笑 而正因为是发现了三万年前原始人留下的画 而且还画得极好 好的我们忍不住要把那些原始人当成是很棒的艺术家 他们画的东西当之无愧就应该是艺术品 即使他们不太可能是为了所谓的艺术去画下 我们先来说一说艺术这回事吧 有一本流行全球的艺术史读物 艺术的故事 中国有不止一个艺本了 开手的第一句话就叫人大叠眼镜 真的是不存在艺术这回事 敢这么说的作者 Gumbridge爵士 恰好是非常懂艺术这回事的人 那么他能这么说 肯定有相当的底气吧 是的 首先他知道艺术是一个人造的词 而且在西方是出现很晚的一个词 晚到14世纪才有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原始人留下的东西 器皿或者画在岩石上的画 我们现在定义他们为艺术品 但在当时做的人心中 是做梦都不会那么去想的 即使现在的艺术史学者都在用艺术这个词 为那些东西命名 但同时却都认可这样一个事实 原始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时期留下的图画和雕刻 编制和服饰 即使他们在我们眼里显得美 但开始绝不是因为美的目的去做出来的 而是另有想法和打算 与我们今天认为的艺术 其实不相干 我们在讲艺术史的开始 就让大家知道这句话 不是要来扫大家的信 而是要让大家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从一开始就先知道 认定艺术表现美 其实是一个偏于狭隘的观念 现在让我们用开放的心态来接近艺术 去认识所谓的艺术之物 是众多的人造之物中的一种 它和其他的人造之物 起先是完全平等的 也和其他的人造之物一样 有美以外的实用性目的 这里我们就来说一说原始洞窟的壁画 就足以印证造型的风格 不是以艺术为动力形成的 而是受其他观念支配形成的 我们先来看两个著名的原始壁画的例子 一个是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 那是在1879年 有一位考古爱好者 带了自己九岁的女儿去洞里寻找随时工具 洞里很暗 那个专心找随时工具的老爸呢 就点上蜡烛 然后只顾埋头看地面 而小姑娘呢 就在一边玩耍 偶然一抬头 却看见洞顶上有一只公牛正瞪着它 把它给吓哭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洞顶上的公牛画得太像了吗 于是这个洞窟顶部的壁画就这样被发现了 上面居然画满了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 可有意思的是 当这位发现者把这个重要的消息 报告给西班牙学术界的时候 没人肯相信它 以为那是它为了制造轰动效果做的假 因此 因为相比其他地方发现的原始壁画 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写实能力太高了 没法想象那些画会是原始人画下的 后来是过了二十来年之后 借助了新考古方法的测定 才最终确认那些壁画的确是三万年前留下的作品 另一个著名的原始洞窟壁画 位于法国境内的拉斯科 这是在1940年被几个玩耍的法国儿童发现的 他们的狗在追野兔的时候 掉到了一个洞里头 孩子们就进洞找狗 然后就赫然发现 长廊一般的洞窟岩壁上 画满了各种动物 有马 有牛 有鹿 熊 狼 等等 其中画的最长的一头牛长达5.5米 短的也有一米左右 后来经过统计知道 洞内 岩壁上一共画有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动物 形象非常真实 先用粗线条勾勒轮廓 然后用红 黑 褐色宣展 那些距今已经有一万五千年的原始画家 画出的那么生动的动物形象 让我们现代人看了真的是太吃惊了 考古发现 凡人类居做过的洞穴 其中大部分都有原始壁画 但我们不能以己度人的认为 是原始人喜欢用绘画来装饰他们做的洞穴 就像我们愿意用花的壁纸或挂在墙上的绘画 来装饰我们的卧室一样 鲁迅先生对此就说过很明白的话 画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里的野牛 是有名的原始人遗迹 许多艺术史家说 这正是为艺术而艺术 原始人画着玩的 我这里插一句 就是19世纪的西方艺术史专家 真是这么想的 但现在都不会了 然后鲁迅先生的话 我接着说完 他说 但这解释未免过于矛盾 因为原始人没有19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 他画的一头牛是有缘故的 为的是关于野牛 或者猎取野牛 静奏野牛的事 鲁迅先生说得很对 情况的确如此 在原始的生存条件中 人类所有的能量和精力全要用在活下去这个目的中 他们不会有闲情意志去画画来做欣赏 何况那些洞窟中是没有光线的 在那样黑暗的洞窟中画下那些动物最合理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 他们画这些动物的目的是在表达一种心愿 找到这些动物并且捕杀他们 他们甚至可能还要在图像上做法 那对原始人而言是太正常了 研究原始思维的著名法国人类学家布利尔认为 原始人的思维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会做很多的区别 他是在说呀 在原始时期的人看生物与非生物 梦中与现实之间往往是没有截然的不同 也没有不可突破的界限 天地之间的所有一切都是一个共同体 所有的都可以互相转换沟通渗透 就是这样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会让原始人常常把想象中的对象和现实中的对象视为一体 比如他们画下的动物身上也画上扎进去的利器 他们觉得这么画下来 事情就有可能真实的发生了 支持这个设想的依据之一是 人们对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经过编号发现 除了野牛鹿野猪等没有其他的形象 如果是为了美和装饰 他们满可以去画上花朵啊植物啊 就像后来的罗马人装饰他们的房间所做的那样 可是没有 别说没有花朵植物 就连小型的动物都没有 因此不难猜想 那些被画的动物应该是原始人最渴求的捕获对象 比如他们捕杀一只野兔 只能让他们吃上一顿 采果子或者栽野菜葱鸡也顶多只是配菜 真正能让他们活命的 这全靠捕杀大体型的动物才行 其次我们看到 在他们画下的动物形象上 很多的身上画着箭头 长毛 叉子等等 还画着血从伤口流出来 比如拉斯科洞窟中画的一头野牛 背部被一根长毛刺穿 肠子从腹中躺了出来 那么从原始人的思维特点看 他们会认定 在画中模仿一次动物的受伤 在现实中他就会争的受伤而且被捕获 这种猜测实在有很大的合理性 因为我们即使进化到了文明发达的社会 原始人的这种思路和观念对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现在难道没有类似的心态吗 比如有人在发泄仇恨的时候 会去刺穿某一个人的画像出气 而对自己的恋爱对象 他肯那么下手去做吗 却反而要非常小心地 把心爱的人的照片贴身藏好了 不是吗 我们因此不难猜想 画在那些洞窟中的精彩壁画 是为了活命之需 然而即使我们指出原始人画下这些 不是为了艺术 但我们还是为原始壁画的精湛技艺感到震惊 比如拉斯科壁画中的一匹马 被西方学者直接命名为中国马 因为在西方人眼中这个马的形象 太接近中国的水墨画了 而且是很成熟的中国画家才画得出的水墨画 马的轮廓线条老练的简直不应该 这个不算 原始人画家还知道在马的头部和颈部 画棕毛的时候换成浓重的墨色 显得特别有质感 马的身体部分用的颜色晕染完全不是随便涂的 是符合着马身体的结构涂上去的 原始人的描绘能力几乎一点都不低于一个成熟的中国画家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拉斯科洞窟里画满动物的壁画中只出现了唯一的一个人像 是一个被野牛撞倒的人 不用说 野牛的形象写实程度相当高 可是那个人却只用了几根线条大概示意了一下而已 写实的程度 举伏像个三岁的孩子 说白了就是完全不会画画 这可就奇怪了哈 为什么能把动物画得那么好的原始人对画人却完全不行呢 如果以我们前面的设想为前提 那么原因很可能就是 原始人因为生存 他们的注意力全在动物 天天去寻觅他们 一旦发现了他们就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紧了他们 他们的动作姿态全映在他们的脑子里 实在是鲜明无比 一旦他们需要把心理眼里的形象画出来的时候 那真叫胸有成竹 而对于他们自身 他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去沉添互相看 去仔细琢磨和推敲 于是他们在画人的时候 干脆就是不会了 就只能用最简单的线条去对付 还有一种可能的猜测是 这是原始人故意不要把人画的逼真 因为逼真的动物图像肯定对他们有巫术的功能 把动物画像是为了捕获他们 并且是要剥皮吃肉的 这种目的会让他们觉得 凡是能那么被画出来的对象 也会遭到那样的下场 于是他们避免把人也那么去画出来 只肯用两三根线条去对付一下子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两个洞窟的壁画已经很充分地向我们说明 人类具有许多天生的能力全看有什么机缘刺激出来 以首例为生的原始人对画动物无禁忌 他们就会把动物画得无比生动 精彩绝伦 而可能因为画人有禁忌 他们画出来的人就显得十分幼稚 这让我们看到 没有被好好表现的部分 往往完全不是因为能力不足 而是因为观念上的限制 他们不愿意往内里去下功夫而已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不同文明中产生的艺术样式 也全依赖于那个文明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 我们下面会讲到埃及艺术视写实为低级 而希腊艺术视写实为高级 两种艺术就显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这会印证艺术是由人心观念支配的 不是由人的能力支配的 这一点甚至在原始人的艺术中 就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整个艺术的发展都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中流动变化 没有例外 对于原始艺术 我只打算就讲这么多 因为所谓原始艺术 都是散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各种遗物遗迹 它们不像后世的艺术品会有流传和影响 因此也就不存在有原始艺术风格这回事 比如我们这里举的例子是原始人的写实壁画 若是拿别处发现的原始人在一万多年前做的小雕像为例 我们还会看到原始人一样具备精彩的抽象能力呢 其实是生活在原始阶段的人 只要观念上有需要 他们能写实也能抽象 我们可千万不能因为原始两个字 就小看了我们远古的祖先们呢 所以我希望仅通过对艺术的了解就能得到启迪 所谓的原始并不能代表能力的等级 只不过代表某一阶段的生产关系而已 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会让我们不被既定观念误导 不会对任何阶段的艺术样式设定高低等级的看法 希望我们都能用开放的心态 去面对所有西方社会产生的艺术风格和样式 去了解他们背后的观念推动力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